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华人工商本周社区新闻 本周早些时候,加州北部的尤巴县和萨特县吴市州长加伦·纽森的要求 在当地发布命令允许一些企业重新开业 但现在加州的官员警告说,如果重新开业的企业继续违反居家令 他们将面临被吊销营业执照的风险 加州酒精饮料控制部的发言人说 要求新开业的餐厅自愿停止堂吃的业务 在居家令执行期间,餐厅只能够经营外卖的业务 酒精饮料可以打包出售,但是必须装在密封的容器里 加州州长的居家令要求关闭不提供食物的酒吧和夜总会 健身房、发廊和美甲沙龙 纽森说,当地方的规则和加州的居家令发生冲突时 要采用更为严格的规定 洛杉矶5月8日周五重启经济了 但是出门蒙面将成为未来生活中很重要的事情 从下周一5月11日开始 任何去洛杉矶国际机场的人都必须戴上口罩或者其他面罩 洛杉矶的市长表示 这一举措符合许多主要航空公司的要求 而且从周一开始 任何乘坐城市公交车、火车 在超市内的购物者和商店员工都需要戴上面罩 在因冠状病毒而关闭办事处六周之后 加州机动车的管理局DMV将于周五重新向预约的人开放25个办事处 其中包括洛杉矶、英格尔文、格尔和森塔阿纳的办事处 重新开放的办事处仍然不会提供路口 服务包括恢复被吊销的驾驶执照 未被扣押的车辆支付登记费用 处理残疾人停车牌的申请 处理商业驾照的申请 在驾照上添加救护车司机或消防员的认证 DMV将限制人数 要求客户戴上面罩 保持大约三米的距离排队 并将向外面等待的人发送短信 让他们知道何时可以进入 因此DMV警告 等待的时间很有可能会延长 DMV周一至周五的营业时间为 上午8点至下午5点 周三除外 周三的营业时间为 上午9点至下午5点 特斯拉的执行长马斯克 和加拿大的歌手格莱姆斯 近日迎来了两人的第一个小孩 并且取名为XHA-12MUSK 但是负责小孩出生登记的主管单位 向媒体证实 这个名字使用了数字和符号 不符合加州州法的规定 格莱姆斯在推特上表示 X代表未知的变量 ASH是精灵的字母AI 代表了爱和人工智能 A-12则代表了中情局的A-12侦察机 BBC指出 ASH是A和E的连字 发音同现代的英文ASH 可以介于拉丁文和古英文 但是目前绝大多数的时候 已经不再使用了 加州的法律规定 取名必须使用26个英文字母 不接受象形文字 表意文字和读音符号 好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以上就是华人工商本周的社区新闻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 欢迎订阅微观LA视频频道 并且登陆网站 3w.ccyp.com 获取最新最全的美国生活资讯 好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